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晶片巨头,全球市值屡次刷新高的辉达公司,在今年的NVIDIA GTC 2024大会上,搬出Blackwell架构GPU在内的诸多大杀器。 晶达执行长黄仁勋当时透露,晶达的机会不在于GPU,而是数据中心。 他此前提到,其最新产品Blackwell晶片的定价范围是3万至4万美元,新架构的研发大约花费100亿美元。 他还晶达不是制造晶片的公司,而是建造数据中心的公司,这和人们以前买卖晶片的方式不同。 晶达的机会不在于GPU,很多公司都在制造GPU。 他们正在开拓数据中心市场,这一全球市场每年规模约2500亿美元。 然而,GPU已容纳不下晶达的野心,它有更加宏大的目标。 黄仁勋指出,这2500亿美元正迅速转向加速运算和生成是人工智慧,并以每年20%至25%的速度增长。 回答在数据中心市场获得的份额会高于其他晶片制造商,一兆至两兆美元是合理的区间,这取决于使用的时间框架。 去年在纽约会议上,黄仁勋说,AGI将在五年内到来,但今年的Blackwell如此强大,日前有人质疑他是否仍然坚持这个时间表。 甚至有人说他是当代的奥本海默。 不过,黄仁勋则否认了当代奥本海默的说法。 他认为,应当先具体定义AGI,才知道什么程度算到达AGI,以及什么时候到达。 如果他们将AGI定义得非常具体,即一个软体程式能够在一系列测试中表现非常出色,或比大多数人好8%,他相信将在五年内实现这一目标。 黄仁勋补充道,这些测试可以是法律考试、逻辑测试、经济考试、医学预科测试等。 这一切取决于目标是什么? 此前他提到一些行业,先迎来ChatGPT时刻。 黄仁勋甚至表示,例子很多,他对Sora非常兴奋,去年在Wave上看到同样的能力。 这是关于文字生成影片的例子。 另一个例子是通过RES-2预测极端天气影响。 而生成新药物和蛋白质是另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潜在用力。 这是通过像AlphaGo这样的强化学习循环来实现的。 它允许在不消耗纯物质的情况下探索大分子空间。 机器人技术也是如此。 另外,在黄仁勋眼中,此前提倡人人学习编程的做法是错误的。 学C++不是一个人的工作,这是计算机的工作来让C++起作用。 他相信,AI所做的第一件伟大的事,是缩绞技术鸿沟。 之前大伙的OpenAI创办人Sam Altman一直在与半导体从业者谈论,扩大AI晶片的规模。 黄仁勋表示,尽管不知道他的意图。 但他表示,Sam Altman认为生成是AI会变得很大,这一点自己是认同的。 今天,计算机产生化速的方式,是从数据集中检索数据,处理数据,传递数据,整个过程中,人们或许以为需要消耗的能源非常少。 但恰恰相反,当你每次触摸手机,每个提示,需要与数据集赛跑并返回。 从数据集中检索数据,使用CPU收集所有必要的部分,然后以一种从推荐系统的角度看有意义的方式组合讯息,将结果讯息发送回用户。 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。 将来,越来越多的运算将是生成的,而不是检索的。 这个生成过程,必须是智慧的,与上下文相关的。 他相信未来人们电脑上的几乎每一个话速,每一次交互,都将通过生成过程产生。 他相信Sam也这么认为。 黄仁勋说,希望通过Blackwell-C一代架构,能为生成式AI这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。 据日经新闻报道,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传出消息称,将在2025年底前赤资1500亿日元研发生成式。 AI,计划将运算能力提高至目前的数十倍水准,以研发和全球最先进模型具有同水准的生成式。 AI,所需的GPU晶片将会向挥达采购。 报道指出,软银已在2023年投入200亿日元,建制算力基础设施。 2024年至2025年期间,计划追加投资1500亿日元。 软银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额,据悉将创日本企业史上最大规模。 而所需的GPU将向挥达采购。 且采购的GPU除了用于软银自家研发生成式AI外,也考虑租借给外部企业。 软银正着手研发作为生成式AI基础的大型语言模型LLM,预估将在2024年都内完成具备3900亿个参数Torameter的模型, 且将在2025年开始研发日语专用、参数规模达一兆个的高效能模型。 一兆个参数已成为具备世界级效能的指标。 在美国律师资格考试取得佳计的OpenAI的GPT4GC参数数量就达一兆个。 目前在大模型的效能、投资额上,OpenAI等美国科技巨头居于领先地位。 日本企业中NTT、NEC等业者虽有研发,但是模型参数数量仅数十亿至数百亿个, 而软银目标实现利于专用,且效能达世界级水准的生成是AI。 在此背景之下,辉达和台积电之间的供需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火热。 此前有媒体对于它们之间数据表达出关切。 黄仁勋也敏锐地Q出并开玩笑表示, You're looking for exact numbers. That's very funny,即你想要具体的数据。 这很有趣,对于供应链的其他合作者,黄仁勋也不吝啬赞美从他的角度看。 三星是一家非凡的公司,SK海力士同样如此,这是它们能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原因所在。 他随机承认,回答今年对台积电COWS的需求非常大。 COWS是一种2.5D、3D的封装技术,可以拆成COW。 WOS两个面向。 随着AI及HPC晶片对先进封装技术需求的爆发式增长, COWS技术已成为当前AI晶片主力采用者。 黄仁勋说,它们正处于AI转型的开始阶段, 只有1000亿美元投入这一旅程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它非常有信心台积电会不断增长。 它们理应得到今天的地位,它们的技术很棒, 为通往AI的旅程做了完美准备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